五年前的八月 一個青澀的大學生簽下合約書 買了一台二手的CBR300R 開啟一趟七萬五千公里的旅程 一起上山下海 一起乘風破浪 今天我會跟大家分享 作為CBR300R五年車主的心得 是的沒錯 這是一台CBR300R而不是CBR500R 除了會稍微提到兩台車的差異之外 也會秀出保養上的花費參考 如果跟我一樣是在大學就擁有一台 黃牌青檔車的話 財力會不會無法負擔 電影阿甘正傳有一句台詞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永遠不知道會嘗到那種口味 也不要說入手CBR300R是個意外 其實對一個成長歷程 主要都在台北的小孩來說 捷運、公車等等大眾運輸 就已經算是方便 所以從小到大 我們家裡沒有過機車 甚至在上大學之前 對機車也沒有任何的興趣 就更別提還要擁有一台黃牌檔車了 是一直到高中升上大學的那年暑假 受到學長的影響 踏入搜集微笑台灣印章的行列 在玄秘368個鄉鎮等幾張點的過程 機車理所當然的成為我們最好的夥伴 因此開始注意到 路拳上的不平等 以及各種衍生出來的 奇怪道路規劃 明明就只是兩線道的馬路 結果還要兩段式左轉 明明就只是過河之後銜接的路橋 結果還要下去多等一個紅燈 然後才注意到 一樣都是機車 黃牌跟紅牌的 卻可以在路口直接左轉 可以騎上那些更為安全 而且更為快速的高架道路 正是對於平等擁有的渴望 以及慢慢的享受到騎車的樂趣 正好那時候 遠在美國的十三更大大 拍了一系列的檔車教訓影片 才開始對打檔機車有興趣 下定決心一定要自己買一台 而對剛剛步入成年的大學生來說 最先看上的 當然是有著整流罩 造型拉風的跑車 只是騎姿更趴的旁賽 因為老早就預期到買了車之後 會時不時的就騎車長途旅行 一開始就被放進了騎目標 而且人生還是有夢最美 不需要一下子就把這個幻想給全部實現吧 最後再納入需求、預算、後勤保養成本等等的考量 決定還是先鎖定王牌的街跑車就好 所以名單瞬間縮小到只剩下 YAMAHA YZF-R3、Kawasaki Ninja 300、HONDA CBR300R跟CBR500R 以及KTM RC390 而接下來又搭配一連串的刪去法 其實那些刪去的理由說出來可能會有點好笑 不過畢竟是好幾年前一個大學生的想法 也希望如果有廠商在看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感到太介意 首先是KTM RC390 因為很早就聽聞歐系車廠的陀山綠問題 在剛踏入車圈 對車子的各種機械結構幾乎可以說是一無所知的狀況下 很直接的就優先考慮日系車廠 Kawasaki Ninja 300 對於從小就被鐵道深深吸引的我來說 川崎這個品牌可以說是非常熟悉 畢竟它也是台北捷運跟台灣高鐵的列車製造廠商之一 買下這台車的話還可以幻想自己在當火車司機 根本就是各種興趣的大集合 只不過在料件的取得上 有不少的說法是門檻有被特別設限 當然就因為這樣還是打退堂鼓 Namaha YZF-R3 在當時已經有ABS車款引進 而且二手試乘的價格也算相對容易入手 無論是在安全性或是價位後勤方面的條件 都算是非常理想 只是這台車在路上的能見度也真的太高了 甚至還被戲稱為蟑螂車 最後還是覺得不想要騎一台太過大眾的車子 目標就這麼鎖定在HONDA CBR300R跟CBR500R上面 不過畢竟還是個沒什麼收入的大學生 要說買一台黃紅牌的機車 以財力來說也不是那麼的輕鬆 要貸款的話不是直接被拒絕 就是拿到很差的利率條件 而且家人對黃紅牌機車一向沒什麼好感 更不可能伸手跟家裡拿錢 所以當時也是想說等畢業有穩定的工作 再來入手就好 不過就在買車的念頭出現沒幾個月之後 驚喜就這麼降臨 入睡之前滑一下PTT是上大學不久就養成的習慣 有天晚上剛躺上床 就在PTT看到一台條件還不錯的CBR300R掛在論壇上在賣 一開始還轉發到群租裡面 想要推坑給另外一個觀望很久的朋友下單 推坑推到自己入坑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 當朋友以各種理由決定服藥入手的同時 自己卻越看越覺得心動 甚至因為車子在外地沒辦法馬上過去 所以還麻煩其他前輩幫忙看車 確認車況沒有問題之後就把定金付了出去 而我也根本就還沒親眼看過車子 完全就是衝動消費的經典案例 到了交車當天先走進郵局把幾乎全部的存款領出來 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文件簽署 跑街裡站辦理過戶 很高興在高中畫了台北公車入網圖 後來幾年陸續有其他縣市把繪製公車入網圖的案子外包給我們 才能夠累積到剛好足夠買車的積蓄 用不到15萬的價格就把CBR300R簽回家 大概也是因為這段經歷實在是荒唐到不可思議 才會已經過了5年 還覺得就像是昨天才剛發生一樣 不得不說有了路權之後 機車旅遊變成一件更加輕鬆 而且極具魅力的休閒 以往覺得遙不可及的地方騎上快速道路之後變得盡在咫尺 擁有CBR300R後的第一個月就去了新竹台中台南 造訪大名鼎鼎的阿婆灣環繞湖光山色的日月潭 還有到內灣追火車 短短的32天就騎了1萬公里 後續5年期間一起完成多次的環島旅行 因此結識不少新的朋友 一起在暴風雨中盤上台灣公路最高點 標高3275公尺的武嶺 一起漫步在山極線上 用剖地瓜的中央縱軸 在南北軸線上以不同的角度仰望山巒 也一起貫穿封鎖了長達13年 原以為此生沒有機會探訪南魂崖口 而那章每次提到蘇花改就一定會出現 甚至登上國中公民課本的照片 也是跟這台CBR300R一起完成的陸群抗爭活動 這5年下來有著太多值得回憶的點點滴滴 人家總是說男人愛車如吃 車子對男人來說就像是小老婆一樣 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 而CBR300R對我來說更是如此 即使是以後真的結了婚有了老婆 我也不敢保證這些紀錄能夠被突破 跟妻子一同在國內旅遊的里程 能夠比車子還要來得遠 當然騎得越爽 也就代表要花的錢肯定越多 畢竟汽油跟保養都是要照里程數來計算的 CBR300R本身是286cc的單缸引擎 在動力方面自然是沒有同級距的雙缸R3 令甲300來的那麼綿密 30.4匹的最大馬力 當然也是輸另外兩台車40匹左右的數字一大截 儀表板上曾經出現過的最高速度只有174公里而已 依照歡樂錶灌水的比例推算 GPS測出來可能還不到160公里 不過說老實話 一過7000轉之後就會有非常明顯的碎震 這也是單缸引擎的通病 所以一般來講 我也不會在那麼高的速度巡航 講了那麼多的缺點 要強調的地方就是CBR300R真的很省油 不管是汽油還是機油都蠻省的啦 就先講汽油的部分好了 對車輛比較熟的朋友應該會知道 Honda本身就算是擅長製造省油引擎的廠商 而CBR300R的單缸引擎 應該算是黃牌街跑車的油耗霸主了 我自己騎的75000公里 平均下來是每公升可以跑33公里 這個數字還贏過很多125cc的速可達 當然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我的右手比較乖 很少會重吹油門 不過就算是以車友的紀錄來說 大概都還是有個每公升26公里的成績 也就是說在燃油方面的表現 幾乎可以說是跟125cc的速可達一樣經濟 至於機油方面 一般狀況的交換量是1400cc 有更換濾芯的話則是會到1500cc 一般來講我就是每換兩次機油 就會更換一次濾芯 順便買三罐機油 這個數字也比較好記 而更換機油的里程方面 原廠提供的英文車主手冊上面 寫的是每12000公里或是一年一次 想當然以我的使用狀況來說 那個一年一次是絕對用不到的 否則都不知道跑幾萬公里去了 而我也曾經企圖按照原廠給的建議 一萬公里再來換一次機油 但是機油衰退之明顯 使得這個計劃從來沒有被實現過 目前都是抓在5000公里左右 當然我也知道 車行完全不建議讓機油使用那麼長的里程 所以也不鼓勵大家這麼做 畢竟我自己是沒打算再把這台車賣出去的 里程這麼高的車應該也沒有人要吧 其他方面的保養大概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舉凡煞車油 來煉片 鏈條 齒盤 空濾 水箱 電瓶 油門線 離合器線 培鈴 碟盤 這些都是按照里程 或者是檢查的時候發現狀況不良就進行更換 也因為里程數相對算高了 連離合器片、內斂、截流閥都有做過更換或清潔 如果把全部的保養費用跟燃油加總起來的話 平均每公里的花費是落在2.6元 這個數字我覺得算是可以接受了 如果要再節省一點的話 應該還可以從輪胎下手 而輪胎大概是影響最大的一個部分了 CBR300R使用的是17吋的輪框 前輪胎寬110 後輪胎寬140 而胎高的部分前後都是70 是輕檔車相當通用的尺寸 包含到R3、MT03、Ninja300、Z300 都是使用這樣的規格 也跟其他車種的前輪或是後輪部分相符 所以在輪胎的選擇上 可以說是有蠻大的自由度 而我目前用過的輪胎 從國產到進口都有 橫跨街道跟賽道 包含馬吉斯的R1 米其林的Pilot Street 貝奈利的Angel City 苦力思通的RS10跟R11 登陸谷的Alpha13跟Alpha14 MITAS的SportForce RS 這些輪胎有的是換一整套的 有的是前後輪分別搭配 總心得是性能好的輪胎 真的懶趴要捏很緊 最短的5000公里就架客 長一點的可以撐到超過15000公里 都還沒磨到指示塊 不只在價格上便宜了許多 耐用程度也贏了一大截 但是體驗過優良的抓地力之後 真的會有種回不去的感覺 只不過錢包打開之後 終究是要面對現實 而CBR300R直到現在 台灣本田都沒有引進的規劃 所以這台車自然是由水貨商引進的 只是也很剛好 領牌的時間是在台灣本田二輪部設立之後 就印象中當時的規則 也沒辦法加入台灣本田的VIP 因此一直以來都是找外面的車行 來做維修、保養 料件部分有些是由車行準備 有些是自己購買 比較簡單的還會自己更換 我自己的想法是 不管買的是什麼車 入手之後就最好要自己 學習些基本知識 包含到簡單的機械原理 不只是不要被車行匡騙而已 而是如果在荒郊野外 真的發生什麼狀況的話 至少要有能力讓自己脫離險境 當然更理想的是能夠排除問題 讓損失降到最低 這五年的時間裡面 也不是那麼的風平浪靜 人生中第一次摔車 就發生在牽車還不滿一年的時候 當天是傍晚下課之後 從台北出發 沿著西濱公路南下 從中港路進入台中市區 就在轉上文心路不久 悲劇就這麼發生 那時候的文心路 捷運綠線的工程才剛完成不久 圍裡已經全部撤除 路面也全部翻新過 應該不會有任何人 想到一隻野狗就這麼從路邊衝出來 在猛烈的撞擊之下 車身直接往左前方的安全島傾倒過去 小腿被壓在車殼底下 跟路人時摩擦十多公尺 才終於停下來 還好有路人馬上幫忙扶起車身 撥打119呼叫救護車 在計程室裡面 對這場車禍還一頭霧水的我 經由警察的告知 才知道剛才撞到的是野狗 該說幸好只是小腿磨到真皮而已嗎 但至少沒有骨折 還能夠正常行走 馬上就出院了 接下來是在台中就讀大學的高中同學 把我從醫院再回到車禍發生的地點 想當然遺留在現場的CDR300R 已經變成了戰損版 搭檔趕歪掉 車殼也嚴重磨損 但其他部分倒是沒有什麼損傷 車架也沒有歪掉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正是在這次車禍之後 我把車子騎去更多在車殼還玩好時 幾乎不會想要踏進去的碎石或泥泥的產業道路 朋友都說我把跑車當成多功能車 甚至是越野車載騎 反正車子倒了也不會有更多的損失嘛 幾個月之後才終於換上一片新的車殼 順勢改了低把跟腳踏後移 讓整體的騎姿更加戰鬥 接下來幾年 再把大燈從魯素燈泡 改成了更明亮的雲煙LED 就是為了防止撞到野狗的事情再次發生 直到現在 比較重要的改裝 還包含了雙黃燈、後照鏡、平衡端子、後避震 前叉套件、前煞車總共等等 這些改裝都算是實用性質蠻高的 能夠提升騎乘的安全性跟操控性 避震的部分則是特別有感 讓原本就輕巧的車子獲得更高的靈敏性 過彎有支撐性不會軟腳 遇到坑洞也不會覺得車子硬邦邦的 雖然價格是所有改裝品裡面最貴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感受是絕對值得 如果說時間能夠倒轉 才只回到大學的時候 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嗎 我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確實比起CBR300R 當時更想要的是已經改款 外型更為銳利的CBR500R 不過後來跟朋友交換車子騎過之後 CBR300R還是比較符合我的胃口 速度方面CBR500R絕對是贏家 但是單剛的特性使得CBR300R在低轉速 就有不錯的扭力輸出 非常適合市區啟程 而且最高轉速可以到10500轉 多多少少還是可以體驗一些拉轉的感覺 不像CBR500R的中轉 是設定在8500這個奇怪的數字 而且在懸吊方面 個人的感受是稍微沒那麼安定 比起CBR300R還是原廠狀態時還要軟的點 支撐性沒有那麼的好 不過這方面利用合適的改裝品應該就能夠解決 而且2022年版的CBR500R已經把前叉升級成金筷子的倒叉 說不定已經改善了不少 只不過這也是覺得有點遺憾的地方 相對CBR500R從上市以來到現在已經立即了三次的改版 CBR300R確實到現在還是一路維持著2014年推出時的規格 甚至因為單缸跑車的設定在台灣的市場罰人問津 目前聽說已經沒有任何廠商引進 其實我個人認為CBR300R就像是個小缸炮一樣 想要輕鬆啟程的話 那麼一轉速就能夠提供充沛的動力 想要稍微戰鬥一點 身體也可以趴低躲到風鏡裡面 在快速道路上面能夠提供不錯的抗風能力 確實在引擎的高轉速延展性 整體動力表現來說 CBR300R勢必是比拼不過其他黃牌的跑車 但是考量到油耗保養等等層面的話 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優勢 現在市面上還有著CB300R、CRF300L、CRF300Rally 用著同樣的引擎 不過跟CBR300R比起來 這些車款在台灣的市場都有更高的接收度 時不時就能夠在馬路上看到他們的蹤跡 CRF系列我還沒有騎過 但是CB300R確實把引擎靈活的特性 發揮得更淋漓盡致 搭配齒比的變更 以及不到150公斤的車身 更加適合在台灣的街道上騎乘 同時有著前衛卻又帶點復古的外型設計 只要騎過之後 絕對不會懷疑為什麼這台車會那麼熱門 教室總是把CB300R說成人類進化的終點 身為五年孪生車的車主 非常能夠體會這樣的評價 碰打的二輪部門使用的是一個翅膀的logo 創辦人本田綜藝郎 期待藉由二輪自由驰骯的特性 帶領騎士乘上翅膀飛向世界 在擁有CBR300R之後 我正是踏入一個不同的圈子 也因為車身白紅藍的HRC配色 連安全帽的挑選 都一定要有紅色跟白色的元素 585的CBR300R取了米蝦的名字 來自於日語裡面 把三遜到的咪 把百陰到的驚蝦 米跟蝦也剛好能夠代表 車身的白色跟紅色 在上一個五年 我們一起寫下了精彩的故事 為了慶祝這五年的相遇 我決定騎車登上輪船 一同飄洋過海 前進菊島孔湖 讓我們的故事展開新的篇章 標籤